我口语就是 第二次就比第一次考试 降了特别多特别多 然后当时就是因为 我没有在做大习惯作业了 然后我当时就是在 那个第三方软件上去练习 然后就是一直在 以一种错误的方式去练 就是看着好像每天 好像还在练吧 然后那个分也不是 就是在软件上分也不是特别低 但是就是因为没有老师的反馈 然后就自己感觉好像还挺好的 然后就一直练 结果去考试的时候就 就是等考完试成绩出来就特别低 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PT大西瓜成功学字访谈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 刚刚成功拿到自己 目标分数的Kiki同学 那Kiki同学呢 在最近的一次PT考试当中 拿到了总分64分的好成绩 并且他是在新提季之后的一周 去参加了考试 其中他祭司考试的写作 有来到69分的高分 口语也突破了自己中间 有一段时间的低迷记卡分 来到了67分 阅读64分 听力61分 我们首先在这里掌声 恭喜Kiki同学 那接下来呢 就想请Kiki同学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在来大西瓜之前的 一些英文基础情况 和当时的一些PT未考情况 好吧 嗯好 我就是来大西瓜上课之前 是没有就是了解过PT 也没有考过 但是我之前是有考过雅思 然后当时雅思是6分 总分是6分 小分是5.5这样子 嗯嗯OK 那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在来大西瓜的时候 有参加过一些小量的课程 让这些课程当中 觉得得到一些小量的帮助呢 我来大西瓜之后 我参加的是那个线下的 全科的那个保分班 然后就上完这个课之后 就是对PT整个考试流程 包括怎么样去复习 怎么样正确的去学习PT 就是有了一个 全面系统的一个了解 而且就是课后老师 一直都可以 就是给你对P改啊什么 就是督促你去学习 我感觉对我就是 挺有挺有帮助的 OKOK 没问题 那我们能不能详细的来聊聊看 因为我其实知道 Kiki同学从我们第一次课后 去参加考试 因为非常紧的一天里面 就去参加一次考试 对吧 那从这之后 咱们的这一个写作的部分 一直都是一个 特别特别高分的状态 甚至还有中间考到 将近79分这样的高分 对不对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 写作一直高分的一些 心得和秘籍 我感觉就是写作 重要最重要就是 之前是没有换题嘛 然后我的WFD和SST 是被大西瓜的那个资料 就是背的很熟很熟了 就是WFD就是基本被到 听到前两个单词 就能把整个句子给说出来 然后SST 我也是根据老师的方法 我第一遍识先 去背它的关键词 就是简单答案里面的关键词 和中文的意思 然后第二遍识去背 简单答案 就是这样一直过一直过 然后就是考试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抽到的题 我可以就是根据答案 就是基本上 把那个简单答案都写出来 这样子 然后作文部分 小作文就是按照 大西瓜讲的那个结构 就是那个读完文章 去找出它的论点 这样子 按照它那个结构去写 不是随便挑句子写这样 然后大作文也是按照 大西瓜的那个模板 然后观点就是 我基本上是现场 就是这样写 但是模板是按照 大西瓜给那个模板 去往前套这样子 所以在基本上掌握了 咱们的这个写作的 想要考到一个低分都很难 对不对 并且我们这次通过的时候 刚好是才新提及 刚刚冠题一周之后 说句实话 现在这个题库 和你再次先准备 那个题库 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上的 对吧 但是虽然我们这次 WFT没有之前表现的 那么那么的好 因为毕竟时间比较有限 对吧 但是这次的写作分数 依旧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分数 对吧 所以我个人的一个点 其实包括Kitty 真实的感觉 能感觉到 在WFT正常的情况之下 其他部分 只要稍微的努努力 不用特意的去背诵 这样的东西的话 咱们其实写作 也能拿到一个高分 对吧 对 好嘞 没问题 那接下来 我们可能还要来 深入的和Kitty聊聊 看我们的这个口语的部分 OK 因为第一次 咱们在没有怎么系统准备的情况下 其实口语分数还算不错 OK 但是中间一段设计 能出现了这个口语 来回的这样一个波动的情况 到直到这一次呢 咱们这个口语一飞充天 拿到了我们仅次于第二的 这样的高分 那能不能给大家说说 或者是分享一下 口语这个部分 有什么样的突破 以及对你的心得呢 我口语就是 第二次就比第一次考试 降了特别多特别多 然后当时就是因为 我没有在做大习惯的作业了 然后当时就是在 那个第三方软件上去练习 然后就是一直在 以一种错误的方式去练 就是看着好像每天 好像还在练吧 然后那个分也不是 就是在软件上分也不是特别低 但是就是因为 没有老师的反馈 然后就自己感觉 好像还挺好的 然后就一直练 结果去考试的时候 就就是等考完试成绩出来 就特别低 然后包括我后来 就是把我的录音 确实就是我脱音呀什么的 但是软件上给的分 就是还行的那种 对然后之后我就 第二次考试完之后 我就又上了两节 一对一的课 上完之后 我就又开始练习 大习惯的那个课后作业 然后老师又给我反馈 然后我的RE部分 就是我后面 就是把老师给我反馈 中间的那种老师示范 然后包括老师说 我哪句话读的比较好 我就全部录评下来 然后每次每天 我在练RE之前 我就先把这些录评的 那个句子跟着过一遍 就是让自己知道 就是怎么样读是正确的 RS就是 我是以前基本上 最少练150个句子这样子 就是先听三遍 听完三遍之后再去对答案 然后对完之后 就是按大习瓜奖 再把它当RH读 这样子一直练下去 包括这次WFD 因为就是背的不是特别说 然后但是因为RS练的 就是可能听力稍微提高一点 然后就是当时听的时候 WFD现场听 也是就是能听个差不多这样子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总结一下 可不可以这个东西呢 因为千人千面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更擅长 或者是不擅长的一些方面 对吧 比如说有的同学 就特别适合语速比较快 那有的同学呢 可能就不太适合语速比较快 但每一位同学 都会有自己最适合的这个表现 我记得很清楚啊 包括我们在科上的时候 也可以讲 一定要用自己给自己的示范 来做一个口味方面的提升 因为只有自己给自己 才知道 其实我原来可以读成这样 或许我读成这样 我的分数其实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对不对 对 没问题 那能不能再和大家深入聊聊看 这次在考语当中 比如说RA里面 有没有使用咱们的精通读 或者是一句话呢 有 我一直是一句话这样子 那在一句话选择层面之上 你在具体考试当中 有没有些什么样的 那种策略啊 或者是这种选择的方式呢 我之前前几次考试就是 我很害怕我一句话 挑的单词少的话 就是要是一个读不好 就是容错率比较低 然后我挑的句子可能就是已经 就是超过12个单词了 就是每次 但是我发现 如果超过12个单词 我在阅读的时候 没有能把它读得很好 这样子就反倒错的更多了 所以我这次之后就是 因为大西瓜奖 是可以直选两个完整的一群就行了 然后我就基本上 可能就是10个左右的单词这样子 然后在预读的时候 就把它读得非常熟练 就包括我因为考试的时候 特别容易紧张 我就这次考试前 我基本前5天是 每天一天做一套摩考卷 就是口语摩考 单下摩考去 就感受一下那个流程 然后考完之后 自己再复盘一下 在预读的时候 哪一块没做好 应该就是按什么顺序去 就是预读 进行对那个句子更熟练这样子 然后这次考试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紧张 所以其实这点上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说 第一个呢就是 本来我们在做轻松读选择的时候 可以选择很长的文端 对吧 但是很长的文端呢 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容错率 但是也会让我们读得更紧张 因为读得更紧张 你准备的量 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清晰了 对吧 那在备考的过程当中 可能咱们现在比较适合 稍微短一点的 并且其实我上课的学 明显感觉到KT是属于那种 其实能力很好 但是很容易就是 一下子心态就爆炸了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OK 越是这种心态容易爆炸的情况之下 越是需要咱们通过大量这种短期的 类似于像魔靠一样的一个经历 去磨练自己的心态 因为心态这种紧张感磨练久了之后 反而慢慢的可能就会变落下来 对吧 就不会在这些考试当中那么紧张了 OK 好 没问题 那接下来就是下面一个话题 在我们整个刚开始学习的这个阶段 我不知道TT还记不记得 在我们的第一次课程当中 我其实有讲到过 像什么WFD啊 STR这些题目 是可以做到99%命中之一份题的 我不知道你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点点的质疑 或者是不相信 那真实考试的结果是什么样 能不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就是之前一直担心 因为WFD大西瓜的注重是最少的嘛 我就特别害怕 就是万一有一句中不了怎么办 但是反正每一次都是 大西瓜题库里面的 就是那个预测里面的 对 所以其实这个点上 在题库稳定的时候 也要相信我们 因为我们的题库里面 是没有收集那些不基本的C定题的 对吧 好 没问题 那接下来就是咱们的 最后一个小小的问题了 那因为TT同学呢 是专门来到 从西安来到成都的线下 来进行这个PT学习的 那无论是你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还是最后整个的备考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 或者是策略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比如说 咱们一个线下的学习 给你带来一些想象的帮助呢 我觉得线下的效果 会比线上好很多 因为你线下去上完课之后 老师会就是 再给你 就是跟着你的问题 再给你 就是指导一下这样子 但是线上就是很难 及时的得到这样的反馈 而且线下自习室的话 就是大家一起学习 自己的氛围会比较好一点 自己在家一个人 就可能就是又焦虑 又拖延又不学习这样子 但是线下的话 就是状态会比在家 一个人学习会好很多这样 OK没问题没问题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再一次个恭喜Kiki同学 在可能不到两个月 对吧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之内 就快速的突破 过去雅思德这个卡本 拿到了最重的必听方成绩 我们在这里呢 也由衷能祝愿Kiki同学 接下来的留学一切顺利 好吧